歐洲、美國下來兩個月都會很嚴重 會一路往上跑 然後才會慢慢降下來一點 其實沒有一個國家可以逃掉的 再來可能就往南半球跑 當北半球真的進入夏天的時候 北半球可能會少一點 南半球開始會增加 一旦群球大流行的時候 世界衛生組織的策略就已經不是防堵了 而是進入減災了 流感就這樣寫得非常清楚 那現行冠狀病毒呢 就是也是有專家開始說 你要開始準備從防堵轉成減災的階段 現在全世界還能夠有條件做防堵的國家已經不多 台灣是其中一個 因為我們前一段防堵得非常好 而且我們是一個海島 所以相對上比較容易防堵 可是如果全世界每個國家真的都感染 你怎麼防堵呢 你當全世界人都不能來 你的人完全不出國 所以這個是就變得非常困難 所以其實是要開始準備進入減災的階段 德國總理梅克爾 10號在黨團會議上警告 6到7成在德國的人 將會感染武漢肺炎 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而英國國家安全通訊小組 先前制定的疫情報告 提到在最糟糕的情況下 英國6600萬人中 可能有超過八成的感染新冠病毒 其中50萬人可能死亡 也會感染病毒 現在是最糟糕的感染新冠病毒 也會感染病毒 最後再加上大件事 是中斤的感染新冠病毒